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 中国跟俄罗斯的消息 下个礼拜就金专峰会了 10月22到10月24 那今天呢 中国终于官宣了 习近平主席确定是会去参加 但在这之前呢 中国跟俄罗斯还有蒙古国 也有一个好上加好的一个见面 我们先来看 这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 那大陆总理李强 会见了蒙古总理奥云 额尔登 这三个国家的总理会面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先看李强会面完讲的是什么 他说呢 三个国家地理相邻 命运相依 所以三方展开合作 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 同时间呢 一个嗜好 一个友好的一个贺电来了 因为今年呢 是中盟建交75周年 所以习主席呢 也发了一封贺电给蒙古国说 高度的重视中盟的关系发展 也愿与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以建构两国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推动中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行稳支援 其实从头到尾啦 讲到底合作合作 到底跟蒙古国要合作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了很久的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没错 他到现在有计划 资金到位 但还没开始干 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国就在那边 还不同意呀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所以普丁呢在今年就上个月 9月4号的时候呢 到了蒙古国去访问 很明白 当时候蒙古国 以非常高的规格来接待 普丁 当时候普丁直接跟他讲 这么一句话 很有意思哦 你看得出里面的意涵吗 他说啊 你们蒙古市场上 超过90%的汽油柴油燃料 都是俄罗斯进口的 我们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 前景良好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油都是我给的 现在我要的跟中国做生意盖一条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从你这边过 给不给过 然后这个暗示很明显了 我们先来看 这边有个小地图 导播看可不可以再推进一点 其实呢 西伯利亚力量一号是红色这边 已经盖好了 从这个经过了这个中国的黑龙江进去 然后现在二号呢 要拉这条线 比较近 比较方便的 就从蒙古穿过来 蒙古什么都不用做 他一年可以收十亿的过路费 但是呢 西方国家看了就不愿意 所以呢 美国 法国最近就去拜访这个蒙古国 法国就去拜访了蒙古国 从中搅局 那将军您怎么看呢 中国俄罗斯蒙古国 这三国的关系很特别 夹在中间嘛 对 蒙古以前在清朝的时候 还有这个民国时代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之前都属于中国 还有中华民国 对 到时候整个 那个 亚尔达密约 是因为亚尔达密约的关系 让蒙古独立去了 因为史达林提出这个计划 你就按照亚尔达密约 那时候亚尔达密约是美国 苏联 那就叫苏联 现在叫俄罗斯 苏联 还有英国三个国家 那把我们排除在外 是这样 那就把我们给出卖 所以蒙古那个时候就 按照蒙古 那就蒙古变成独立了嘛 那这样来看 蒙古这国家 是全世界最地广人稀的 单位三百多万人 蒙古那么大 就三百万人 那三百万人 你知道 三百万人 没有 有那么多的资源 所以它要靠中国大陆的两个 第一个 美国蒙古国的矿产蛮多的 地大当然有矿产了 但矿产 资金 你要有资金 资金哪里来 中国大陆有资金 第二个 你有资金不见得有用 技术 中国大陆开采这些的技术最多的 你不管稀土 还有各种的铜矿 孤矿 涅矿 锡矿 蒙古都有 那是不是这样 所以收这个天然气的过路费 我认为这个 这个还是个小case 这个收这个过路费 最重要是要开发蒙古地方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把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还有蒙古三个打在一起了 因为这个蒙古当初独立的时候是 俄罗斯在后面撑腰 对不对 蒙古是比较靠 靠俄罗斯还靠中国大陆 当然靠俄罗斯嘛 俄罗斯当初一次把他 他能够独立是靠俄罗斯的力量 那个时候要苏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这个很清楚的嘛 好那现在把他们两三个冲在一起了 相互需要互补 蒙古需要资金需要钱嘛 因为蒙古需要技术嘛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需要原料 那从哪边 直接从外蒙 外蒙就是蒙古嘛 直到内蒙来就好了 他们两个 那个一一带水啊 而且蒙古就这两个国家 蒙古是个内陆国家 你要知道蒙古 蒙古海军多少人知道 蒙古海军 蒙古有海军 对七个人 就七个代表而已 我没有船啊 我就有河而已啊 我就一个两个艇 就是个海军啊 所以蒙古你不要以为 他蒙古没有海军 他不靠海 有海军七个人 七个人一般都不知道 一般有九个人 你要弄清楚是这个样的 所以蒙古啊 被夹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 只有靠经济 因为他现在国民守折 三千多块美元 GDP啊 三千多块啊 对三千多块蒙古穷 蒙古没有工业 蒙古国现在很尴尬 就是因为 而且他们现在呢 里面有反中派跟反俄罗斯派 他就不想要 好像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可以靠 那怎么办 我也想靠一些西方国家 但又很尴尬 他的地理位置 你西方国家 你就是被包围啊 你船不能进来 没有什么 他们跟你讲没有海军嘛 第二个 你说空中 你空中你不是通过俄罗斯的领空 你就是通过中国大陆领空 你还通过哪个领空 去蒙古 所以蒙古是被这两个手控制 在好的方面有战略缓冲 因为毕竟在美国当初在联中之二的时候 蒙古要选边站 那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一起 蒙古不要选边站啊 两边都是他的朋友 是不是 俄罗斯不是蒙古的朋友 是 俄罗斯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是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不是朋友 是 那你们三个就是朋友了 对不对 然后蒙古想要突围没有办法突围 因为地理的关系 如果他有一个海口 他有另外一个邻国出去 他可以突围 他没有办法突围 被两个包在一起 你刚才降到那个一号 一号那个一号拉过来的 那个从俄罗斯那个地方通过 那个大兴安里 然后到小兴安里 然后拉下来到北京 这一个比较 我们讲的比较近 那你要通过本文 那是从唐鲁木两海 在蒙古的西北洋 唐鲁木两海 以前最早的时候是属于中国的 清朝时代 所以因为你的爱混条约 爱混条约把唐鲁木两海让出去 唐鲁木两海不要忘了 唐鲁木两海产石油 产天然气 不要忘了还产一样东西 非常珍贵的 西土 右矿 右矿 做原子弹 右矿在哪里 唐鲁木两海 对 所以现在蒙古国等于就是 美国就跟他讲嘛 来 我们可以来合作 西土啊 结果后来蒙古国发现 我是有意愿啦 运不出去啊 然后之前蒙古也包含了一些 什么可汗探索的一些军事演习 就是呢蒙古啊 从这个09年就跟北约 开始建立一些军事合作关系 也是有意愿啦 但是实质上根本不高 完全都是象征性的 因为就像将军讲的嘛 你旁边就是俄罗斯 上面就是中国 你要往哪里去呢 看不出来对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 先进一顿广告 好朋友们 粉丝们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应援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全球大师 也记得帮我检查一下 你都按赞了吗 也感谢今天 大家这么多的留言 以及抖内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亚万高铁一周年了 你看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 这一周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本西方国家还在那边看衰 结果因为亚万高铁 所以呢 隔壁的越南想说 连印尼都有高铁了 我堂堂越南 我的高铁还盖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亚万高铁的成功 开通了之后呢 一年来亚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次 同时呢你知道高铁有多快吗 从亚加达到万龙 原本这个火车慢慢嘟嘟嘟过去三个小时 搭高铁46分钟给你搞定 那同时呢 其实中国大陆哦 不是来这边要赚他们钱的 是帮他们中国技术转移给印尼 你看哦 来今天最新消息 中国师傅请囊相授 然后教这个印尼他们自己本地的司机 你要自己学会开你的高铁 你要学会自己维修你的高铁 因为呢 这个目标是 未来呢 亚万高铁是由印尼 他们自己就交给你们咯 未来你们就自己去搞咯 我们中国就是技术传承哦 所以呢你看 这当时候的画面哦 中方愿同印尼高品质 共建一带一路 这是今天习近平主席呢 在亚万高铁开通一周年 至上了这个贺电 做好亚万高铁可以持续运营 打造更多合作亮点 让两国合作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对他这个亚加达到万龙 142公里 要做三个小时 对啊 现在40分钟就好了 你还没有睡着 刚刚还准备打磕睡到了 那就快多了 划个手机就到了 因为这样子 他这个驾车 行车驾驶的这个技术 要转移给印尼了 那这样的话 印尼这一方面以后 整个主控权由印尼来主控 他在去年整个印尼年度 这一周年总共 营运人口总共是580万人 580万人次 运送到蛮过 一年就365天了 一年就365天了 每天都是一万多一万多了 将近两万 那将来会运营越来越多 他时速是多少 350公里 是非常快的 那你现在一看 这个中国大陆 为什么占优势 第一个 制造这些高铁 它已经变成模组化 什么轨道 什么沾木 什么它都一起的 第二个机械化 不是照人扛来扛进 悄悄打打的 它是机械化 它那个铺轨有没有 通通自动的 有没有 架这个沾木 然后铁轨上去 然后勘进去 有没有 通通是机器 你人负责递那个 递那个粘钉下去 高科技 就是高科技 快 所以这个是他 我们叫做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铁路建设 对 也是中国大陆这个高铁名片 在印尼就递出去了 那你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讲到越南 那两北相隔 1200公里 那最快的 它就两坨 北边那一坨 南边那一坨 中间最窄有没有 那最需要就是要 我们讲的高铁 那越南的 你看越南 那将来还不要换 通过马来西亚 一直到新加坡 这个以后都要高铁 因为大家毕竟 高铁安全 舒适 然后迅速 对 是这个样 那现在时间就是金钱 你注意看 高铁一盖完毕之后 航空被取代 对 而且马上开始 你坐航空 我坐又便宜 又安全 又省时间 你要去搭飞机 我跟你讲 你光 你光check in 然后检查行李 然后在那边滑行 还有那个维修飞 还有一个天气因素 有的你还不能起飞 但是高铁没这个因素 高铁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在地震或强风 才有 那很少 对 但是你经常有 飞机就有人见度 什么乱流 什么台风 那高铁这一方面 限制性非常小 对 经济价值非常高 而且亚万高铁呢 不只是中国的高铁名片 这也是印尼第一条高铁 好 接下来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北约 随着呢 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快接近 你会慢慢发现 泽伦斯基要飞奥了 我们先来看 北约17号召开了两天的国防部长的会谈 大家是怎么样来看乌克兰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 俄乌战争延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会见欧洲领袖时警告 北韩可能派兵协助俄罗斯 不过泽伦斯基的说法 不止克里姆林公否认 就连北约秘书长都说没有证据显示 金正恩派兵 而泽伦斯基这次的另一个重点 就是胜利计划 他对北约国家喊话 表示乌克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拥有核武 一个是加入北约 尽管子伦斯基到处推销 但显然一如媒体预期 北约秘书长吕特 以及美国大使都态度保留 另外北约首次和印太四国进行会谈 作为深化合作的证据 其中日本的防卫大臣中古元强调 日本面对中俄北韩问题时 对于中俄加强合作 以及俄国北韩联手 表示令人担忧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回来我们继续看 很多人都在说 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 根本就是他的许愿清单 所以你看有没有听到了 北约很多的打脸 像是泽伦斯基说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帮我们 北韩要派一万人 来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了 结果你知道北约秘书长怎么说吗 他说他没有直说你在做梦 他只说我没证据啊 你就没有证据啊 你在说什么啊 然后现在周边很多国家其实对乌克兰也是非常的不满 我们一一来看 比如说秀亚利总统他直接说 他说我听到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 我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面凝固了 为什么呢 他说你第一点就是乌克兰加北约 你是怎么加啊 不要说怎么加了 我们先来看 美国的驻北约大使 他直接告诉泽伦斯基 短期内北约没有这个计划 让你加入 然后川普讲得更直白 川普生意人 而且呢 这次也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他说呢 泽伦斯基就是我看过最伟大推销员 他来一次我们就要给他1000亿美元 他根本不应该打这场仗 所以很多人在讲 11月5号 美国大选会不会就是乌克兰的一个结果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而且你知道吗 旁边有一个国家叫做波兰 他们现在也很生气 你知道有百分之 超过95万的乌克兰难民 他们是跑到波兰去住 结果波兰觉得 你吃我们的 用我们的 住我们的 我帮你支付了这么多的资源 他说呢 波兰人对于乌克兰难民的奢华生活 感到震惊 开好车住五星级饭店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波兰有个声音 如果说这些难民 你到了服役年龄 你应该要回乌克兰去吧 现在变成这个状况 你怎么看呢 现在俄乌战争 包含美国大选 好像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跟我们刚讲 以哈还有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的之间的中东的危机是一样的 美国大选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重要 他的一个战略指导错误 整个国家会走向衰败甚至败亡 泽伦斯坦就是很典型 他被利用了他还不知道 他被利用了嘛 他用 他西方国家用他去消耗俄罗斯 他就真的是消耗俄罗斯 真的就去了 他被利用了 他这也傻乎乎的 他被出卖了 他都不知道 他要 泽伦斯坦应该知道有自知自明 他被出卖 应该叫他 他现在教练签不易教练 想要加入北约 你北约不让他加入 现在不 现阶段不考虑 想要核武 不可能 怎么可能跟你核武 甚至 连那个长存武器要去打俄罗斯 西方国家都不行 我的武器你不可以 对 你如果要打俄罗斯 那我不给你 他跟英国要那个什么 暴风营 对 英国也不给 英国讲了一句话很经典 他说呢 我没有看过一场战争 会因为某一种武器就翻盘 对 那没有办法 所以他被出卖都不知道 他在帮西方国家 他说他在帮西方国家再打 你为什么要帮西方国家打俄罗斯呢 那你不是 你现在讲 那你何必当初呢 他整个战略误判 泽伦斯基斯做战略误判 害了整个国家 因为他领导人 要不要开战 要不要跟俄罗斯对干 是由泽伦斯基斯一个人决定 他说要长 那你是 他是元首 他是总统吗 对啊 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不自量 当初都错估战略形势 西方国家会派兵资源 没有 给你武器 给他情报 你自己去上 几十万人 几十万老百姓军人都上升了 没有办法 他被利用了 然后起虎南下 没有办法去凶绝这个战争 我们有一句话说 是实物者为俊杰 一定要是实物 那看来他还在做梦 他还在那边讲说 把北韩也都卷进来 前几天卷中国 现在把北韩也卷进来 可是北约不买单 他把其他人这样讲的话 这是他一厢千 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的话也不说 你以为想要把他拖进来 加入乌克兰 不可能帮你乌克兰的 那你不然去打就对了 他整个被应用了 欧洲国家的态度来看 你觉得是否风向在变 每一个以他国家利益为考量 全部采取的是保守主义 全部采取的是现实主义 没有考量你乌克兰的未来 所以责任是一把整个乌克兰卖掉 高跨了 总统大选 死那么多人 大家都在观望 你人死就算了 欠了一大一屁股的债 刚才川普说 乌乌义斯莱啊 最好是要给了一千亿 这要还的 美国也够穷了 美国国债36兆美元 美国也穷 美国到时候要还 拿什么还 抵押 房地产 房地产 我看地大 60万三千万 地来抵押 矿产来抵押 你怎么办 那乌克兰就等于是 没人没钱了 穷了 民伏其实的 已经被掏空了 这么说 刚被扯进来的北韩 北韩跟南韩最近也闹得够僵的 好 我们都知道了 路也炸了对不对 该呛了也呛了 北韩金正恩就说 南韩现在开始 我们视你为敌国 不过武器PK战 我们首先先来看 在南韩最近的军援里面 都曝光了 包含了金牛座导弹 这个也是泽伦斯基很想要的 他之前也跟德国要 德国不给他 但是这个金牛座 远端空地导弹 钻地力很强 他有办法来穿透钢筋 混凝土 他那个导弹 光是弹头就500公斤 导弹的射程500公里 然后来看到这边 这个是韩国的F-15K战机 他下面挂载了 两枚的金牛座导弹 您怎么看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要曝光这个消息呢 这是针对北韩来的吗 北韩它炸掉两个 那个金印线 有没有那个 到那个开城工业区炸掉 还有东海线 那个到观光区的炸掉 铁路公路炸掉 当然开城工业区在2020年的6月 就炸掉了 那个联合办公道已经炸掉 在4年前 现在是2024年了 那现在那个朝鲜半岛 因为北韩有核武 那是不是蛮危险的 那你核武在哪里 在地底下 所以这些都是来毁灭核武基地的 三个 第一个 炸他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你刚刚坐在下面我炸掉 第二个斩首金正恩 因为你一定躲在下面地堡里面 第三个炸核武 是不是炸核武设施 你这个发射井发射口 会储存的 是不是存在在地下 不可能储存在上面的 所以就炸掉 那就是这样 这个金牛素刚好它是超音速的 然后又有局部逆中 它的形状没有逆中 但它涂层有逆中 有涂料把你雷宝吸收 我打钢来我不反射 反射很弱 它这样涂层 它涂层逆中 而且它的弹头是 弹头500公斤 你说金牛座非但有这个逆中技术 它涂料 外面是涂料 它那个形状没有逆中 但是涂料逆中 你涂料可以 看到了 这个灰灰的这个 它涂料逆中 特殊涂料 把涂料把吸 没有办法完全 但是问题到近距离看到 近距离看到它超音速 过来啦 你反应时间就很短了 远程的时候 他也把你雷达波吸掉 那近程的时候 你雷达波你已经可以看到了 因为吸掉 吸收只是吸收一部分 没有办法全部吸收 立宗涂料是没有办法完全 把雷达波吸收掉的 但你要很近才会发现 要很近就看到了 那你就预警时间就短暂 那就要看北韩 有没有这个雷达抓得到 而且它金牛座在哪个地方 就是非常精准打击 它直接定位之后 GPS定位跟 这个INS 就是惯性导航定位 直接就命中目标 这边来来看这张照片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靶 最后精准打击 这是韩国七年来 首度的试射金牛座飞弹 飞了400公里 然后击中了西海的目标空地 这个石弹 你看它在穿透 那以刹那之间 金牛座 我们可以知道 也包含就是 泽轮司机 乌克兰也希望金牛座 对 因为金牛座它的精准重磅 没有用来不及了 尤其下面 来不及 就跟那个北约讲的 不是一个武器 单一个武器就能改变战局 那最后 还有一个原子弹 我们再讲一下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怪兽导弹 玄武武也是拿来 战兽金正恩的吗 对这个也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重压答案 那个我们讲的 金牛座是挂在飞机上面 对 那这个是你讲的 玄武武是导弹 不用直接地面上 直接发射了 对对 就军发射直接打了 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弹头是8公顿 打哪里 作战指挥中心跟核武 那你核武要标定 核武标定 那核武如果在地下20公尺呢 你打不到了 20公尺 没办法穿透到那么深的啦 那都是钢筋混凝土跟泥巴 那整个就把你 整个弹体给你消耗掉了 能量消耗掉了 那现在要部署这个200枚 那就换句话 这是重磅打击 所以这个我们讲 朝鲜半岛 是局势是蛮紧张的 因为大家很容易 最怕的是插枪走火 插枪走火 他们就大局就开始报复 没错 尤其南北韩 我们说38度线的紧张 这跟两岸中美 跟俄罗斯跟美国一样 大家都怕插枪走火 中间没有沟通 你不可能没有在做防晒吧 抗老第一步就是防晒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可是擦起来黏黏的不舒服 那你一定要试试看 一针推荐的中天严选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365天给你最好的保护 50加让你清爽不黏腻 吸收非常的快 一定要记得一针推荐 到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 输入我们主播的推荐代码 让你有更多折扣优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赞尚 xXL 接着 zon 许ilos 阿 does な 你 我